这个地方在明朝就有一部教育 天关这个地方 从这个元末明初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一种叫社学 它很有意思 它社学它招收的这个招生对象 是从8岁到15岁的孩子 开始是在这个片头关城里面 后来它能够发展到各乡镇 能够普及开来 这是一个后来 我看到在天关那个广场上 有一个大牌匾 上面是有八个字 钟灵玉秀 文笔齐位 就足见这个地方 它这个文风 它叫片关 它是不偏 它的文化是多元的 对 片关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就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竖边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片关人们 姓氏特别多 那么这是一 二我们讲有一个文化的传统 这就是咱们片关县的县城很高的塔 对吧 对 这个文笔塔 对 叫灵萧塔 怎么样把我们的文明传给子孙后代 全靠字 对不对 而且这里我们要注意 为什么叫社学 这是免费的 叫义务之教育 我们片关在明朝的时候就一直是义务之教育的